我素來覺得 網上的活動是很難很難去做一些管制的 當然 現在不是說完全沒有管的 比如網上叫人家去犯法 網上去誹謗人家 現在你有法律去管 但是你網上不必要地管制一些活動 要求他做到你所謂說要平等的時間 平等的機會 給一些人去出席某些網上的活動 這個真的完全不必要的 我覺得 第一 網台或者網上的任何的渠道的使用 是不是受到現時的法牌的機制所監管的 這是第一件事 所以你沒有一個監管機制 第二 網上的活動是太過頻繁 太多了 根本你沒有一個執法機構是可以去管理的 你只能夠有投訴去管理 但是問題就是 事實上太多這些活動 你沒有辦法有的人去到 是好地監察 所以如果你當作監察這些網上活動 來確保選舉要平等時間 這個是多餘的 是浪費時間的 你應該管一些法牌機構 譬如電視台 電台 我覺得還可以理解 網上讓它繼續自由下去 是不是 反正大家都可以利用 也不是很難利用 也不需要很多資源去利用 因為根本不受監管 所以我覺得各自發揮 好像現時那樣去到 是讓大家去爭取大家的空間 或者製造自己的空間 已經足夠了 就是我們覺得沒有可能選管委 那些什麼叫做平等時間的規定 是加諸於網絡那裡的 因為在網絡本身是一個言論自由 大家自己不是一個公共的資源 因為網絡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上網去發佈一些東西 如果個人上網都發佈一些東西 都要平等機會 讚完A 又要讚完BCDE 或者評了BCDE 這樣不行的 還有講完A之後 又要講B 兩個都要給同等時間回應 這是很荒謬的 我們覺得根本這樣是壓殺了言論自由 亦不應該令到候選人不可以透過網絡 去接觸那些選民 這個應該自由開放 不同大氣電波 不同電視 我們覺得應該分開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匪夷所思 是一個騙術 因為網絡世界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去規管網絡 是對於現在 我們最新的言論自由的一個侵犯 選舉是重要的 但是不等於 因為所謂選舉的公平原則 去牽制一個人民發表意見的最基本的 以及最能夠給一般人去運用的媒體的自由 我覺得這個是完全不相稱的 在其他國家 用這個媒體去助選很清楚 如果它說 你有什麼叫網上電台 網上電視台 根本就沒有辦法界定 我丟了一段時間上去算不算是網上電台 網上電視台 所以我覺得它真的是擾民 想你立了一條法例 我丟了一條上去那又怎樣 是不是一定要我提起其他人的名字 我覺得就是非常之離譜的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它是怕好像奧巴馬那個競選運動 又有網絡的幫助 而打敗了布殊呢 是不是 至於那個選管會建議的一個平等 對於那些網絡 電台 網上電台 電視台也好 我覺得這個是沒有辦法監管的 也都這個海闊天空 我會覺得提出來就比較多餘 你最主要在現在的媒介那裏 就不應該針對那些網上電視台 電台 那些我覺得這個應該你就不要去監管它 也都很難去做的 這個根本就是網上的23條 這個有關選舉在網上的宣傳限制 其實主要的作用就是打擊泛民的一些宣傳渠道 因為現在老實說建制派就很少用到網上 做一個有效的宣傳工具 但是你網上要規限的話呢 它又很奇怪 又不講清楚怎樣做 就接到投訴才去處理 那其實很明顯就是對於 凡親在有什麼網上的渠道 是可以講到泛民的一些看法的話呢 就會有人去吵 然後呢 選舉事務處就會搞事 於是就會打擊這些網上的一些言論的空間 所以我們說這個根本是網上的23條 這個這樣的新的規矩呢 我們應該是反對的 我覺得網絡是一個非常自由的世界 而且所有的網絡的電台 或者是電視台呢 根本是多不勝數的 網絡的特色就是性格 不同的網台有不同的性格 而網絡的觀眾也都有它自己的選擇 因此呢 對於網絡去實施平等時間呢 其實是不現實的 我想網絡自己由於它是眾多的原因呢 無論它那個舉辦的人 經營的人 或者是上網台裏面收資訊的人 參與的人呢 都早有自己的立場和選擇的了 平等時間未必是適合的 各位好 我是非常之反對 選管會對於一個網絡電台和電視的一個規管 就是要求在一個節目裏面呢 就會對一個每一個候選參選的人呢 都是一個平等的時間的對待 但是這件事情呢 其實是非常之有陰謀的 因為當它今天可以跟你說 我一定要你做這件事 而跳過一個立法制度的時候 它這個日 它都可以 透過這種野蠻粗暴的方式 將其它的一些規管 放入在互聯網的任何範疇裏面 因為根本沒有可能對網絡電台和電視台 是一個明確的定義 那麼每個人都在網絡電台的時候 其實你是不是代表管制著 每一個網絡上面的一個網民呢 所以6月9日大家一定要出席那個會議 就是說一定要反對這個條例 有關選會會呢 規定一些候選人呢 是必須公平地在這個網絡裡面 去表達意見的時候 就是我覺得呢 這個網絡自由呢 這個是一個困難做到這件事的 因為網絡自由裡面呢 是很多時候呢 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 甚至是自己的候選人本身 自己都可以發表意見的 如果這樣公平去對待的話呢 我想是難以做到的 那我想呢 有些地方裡面呢 是不一定要劃一公平的 事實上呢 就是所謂公平 都不一定爭一公平的 因為太多人呢 去做候選人的時候 所能夠分享的那個時間都很少 那每一個人都聽不清楚 都說了什麼的時候呢 這個象徵性地去表達意見的話呢 是沒有意思的 反正我都是 讓選民能夠清楚 深入了解候選人的話呢 應該給他們長一點時間去表達意見的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 就不一定要僵化地呢 一定要公平的 言論自由對於香港非常之重要 但是政府現在想著透過修例呢 去限制網絡作為這個選舉宣傳 那當然很多時候選舉宣傳透過網絡 我們可以更加進一步了解到不同候選人的背景啊 他們的理念各方面 甚至可以透過一些輕鬆的手法 作為這個選舉宣傳 但是政府本身這個修訂的法例 其實不單止沒有幫助到這個選舉的宣傳 更加重要一點就是它限制了網絡作為選舉宣傳的自由 再加上之前政府其實透過這個主流媒體 買這個政治廣告呢 即選管會本身這個決定呢 或者這個建議呢 其實已經缺乏了這個公信力了 所以希望政府有關人士呢 能夠小心去處理關於 限制這個網絡媒體作為選舉宣傳這個媒介 否則的話 不單止迎來網民或者甚至市民的反感 而其實也都是政府有意再一步 收緊言論自由的一個具體行動 有關網絡和選舉方面呢 我覺得政府是對錯招的 因為網絡不是廣播 網絡是一個很私人的信息傳遞的發展的項目 和網絡呢是無國界的 也都是無邊界的 那你要管制網絡和選舉呢 根本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譬如這個YouTube也好 其他的傳媒也好 或者是透過這個其他地區或者國家 發放的網絡的信息和節目 你怎麼規管呢 所以你不是透過香港大氣電波 或者透過香港膚徹的網絡傳遞的 你這個國際網絡的發展呢 是極為迅速和多元化的 所以在選舉方面 你要控制網絡的節目呢 我覺得絕對是一個錯誤的做法 所以如果政府努力這樣做的話呢 只會令到香港的言論自由和網絡的發展 受到這個窒息 這個絕對是一個錯誤和不應該的要求 最近政府都很奇怪 想要做些事 令到市民去憎恨政府 不要說憎恨 反對呀 嘲笑呀 不知政府說些事呢 唉 我都 見到他都笑他 現在搞什麼呢 搞什麼網絡 什麼控制 說什麼平等時間 我都不是很理系 他什麼 我都是tell the dog 就是告訴隻狗 就像大飛哥說 咦 什麼網絡 做個網台 難道我說不敢 說得對 我介紹民建聯 就是民建聯和我最好朋友 我要介紹民主黨那些 那你不知所謂的政黨 我不會的嘛 對不對 這些代表我的麻煩 那轉來事前呢 又沒有諮詢 你政府要搞這些事情 之前問一下我們的意見 問一下網台 問一下網上媒體意見 那出來反效果不會那麼大 政府問都沒有問 就是你一爛一擂 就算你丈夫和你老婆 要在家裡行房 你都要問一下對方的意見 政府問都不問 出來不是那麼反效果 不過不奇怪 因為曾蔭權政府是什麼政府 奴才政府來的嘛 就是奴才想事情 就沒有平常人那麼精靈的 想出來的事情是被人秉的 所以這次政府 我看看他已經被人秉的 最後成不成功實行到呢 我敢擔保一定不行 一定刺激到人示威 就算實行了呢 哼 被人拆到對飛機 這個選管會就定了一個新的選舉指引 就將那個電子媒介報導這個選舉新聞 或者做這個選舉論壇的時候 必須要給那些候選人有平等的時間 以及用這個公平的原則對待 所以這個過去已經引起很多舊病 有些人認為 不是每個人都均等有時間應該 有時譬如說你三分鐘 跟著大家對答的時候 都有人搶麥 可以多說一分鐘也有 所以這是很難做到一個絕對平等 即是在原本的電子傳媒裡面 又或者現在的電子媒介 要做到這個選舉指引100%都已經很艱難 現在竟然要規管網上電台和網上電視台 但甚麼叫網上電台 甚麼叫網上電視台呢 在這個選舉指引裡 根本就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那你怎樣規管呢 你要規管那件事 但那件事的定義是甚麼 你都沒有 那怎樣為之網上電台呢 怎樣為之網上電視台呢 所以這個選舉指引是非常荒謬的 我們如果從一個更高的層次 或者從政治的角度去看呢 這個基本上選管會已經變成 特區政府的政治工具 是打壓這個網絡自由的 所以我們希望那些網民 和年輕人一定起來反抗